自古以来都说饭店的淡扫碗 好吃鲜美又味又Q弹 那今天就给大家露一首 大家好,这里是珍爱小淑良 淡扫碗到底是先扫饭还是先扫蛋呢 那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个正确的做法 这些是中午时剩下的米饭 我们先把它盛收在碗中 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碗 直接把剩下的米饭给它装在碗中 然后再来一勺花生油 下面我们直接用手把它抓拌抓拌 让里面有熟坨的米饭直接给它抓散 把它抓拌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放一边先备用 再来两个洗干净的撒蛋 我们直接给它打入碗中 不过里面的蛋清跟蛋黄一定要给它分开 然后把蛋黄倒入另外一个碗 蛋清先给它放一边备用 蛋黄加入少量的食用盐先入底味 然后直接用筷子松满的给它搅散 给它搅拌均匀 接下来直接把打好的蛋黄给它倒入米饭米 然后再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让里面的米饭全部都刮上了蛋月 把它搅拌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先放一边备用 准备一根胡萝卜先给它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再给它改刀切成小丁丁 再来一小段生姜先切薄片 最后再切成小丁丁 切好之后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一根环腿肠给它切成四分 最后再给它改刀切成小方块 切好之后呢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开始了先把锅中的水给它烧干 把锅烧到冲烟 那接下来呢直接加入一勺花生油 先给它润润锅 为什么换店的炒换那么香呢 那是避免炒不了这个猪肉油的 再来一勺猪肉油 然后再把这个鸡蛋换给它倒入锅中 用勺子轻轻的给它摊平 五六十秒的时候 那接下来我们再开始给它翻炒 米饭想要炒吃了好吃 那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用这个方法炒出来了米饭 颜值就是高 粒粒昏明 磕磕饱满 用这个方法炒出来了米饭 美丽米饭都在锅中偏偏起舞 太香太漂亮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蛋新 盐的锅边给它淋入 那接下来我们开中火慢慢的给它打散 大家看一下 锅中的美丽饭都在跳舞 粒粒昏明 磕磕饱满 你们家的隔夜饭不要再倒掉了 用这个方法给它做出来 意思就是一大盆 最后再把胡萝卜还有松姜 给它倒入瓜中 还有这个花腿肠也给它倒进来 先给它翻炒两下 看一下这个锅 哇太滑了 一点都不会粘锅哦 再来点松手上色入味 继续给它翻炒均匀 最后再来点鸡粉增香 再来一丢丢的胡椒粉既能细心又能增香 我们酥瓜前再来点花松油 耍住里面的水混 开大火给它翻炒均匀 美味即可松酥 哇太香了 关火给它装酥盆中 这样一道简单做法 香喷喷的这个蛋炒换就已经做好了 太香了 每个米饭里里分泌 苛刻饱满 光滑 水润 好了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锅吧 滑溜溜的 亮亮亮 一点都不会粘锅 最后再来点松花 眼缀一下 哇太漂亮了 家里的隔夜饭不要再倒掉了 太可惜了 学会了这个方法 就连你家挑食的小孩子 都能吃上一大碗哦 太香了 口水都流出来了 吃一口吧 日日分泌 可可饱满吃起来 软糯又香甜 太香了 家里的送饭这样子炒起来 比饭店里的还要好吃 不仅颜值高 而且营养又美味 里面配上这个胡萝卜 滑腿肠 营养非常的鲜面 家里要是来客人做上一份 非常的有便知 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边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卧哦